人心保佑 这是台湾的命 关怀兴随心苗里 这是台湾的命 愿我成功苗地生 这是台湾的命 愿我成功苗地生 一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勤洗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向 那么鬼故先知王三老祖 各位唯心贤士 各位双善知识 天下的事情 都只以我们的一心 所以我们的心 是大五旗外 四五旗内 外 和内之间 叫做经 所以大五旗外 四五旗内 叫做易经 易经 所以整个的人生 从出生到圆满的百岁之间 也都叫做经 叫做经过 过程 所以也叫做易经 时时刻刻都在对待和对立 在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的现实 又是事实 又是充满的挑战 又是可爱 所以当一个人很辛苦 到极致的时候 辛苦到最顶点的时候 会感觉说 我今天的辛苦 怎么会做这么辛苦呢 但是当他事情圆满了之后 睡着了 醒起来 接着 身体很舒服 事挺圆满了 也没有什么一回事了 若是一个人做到 问心有愧 对不起朋友 对不起他人 对不起天 对不起地 对不起良心的时候 那你睡觉也好 起床也好 时时时刻刻都在念念不忘的 那我们的烦恼 那我们的心 就自己的 变成被一场黑暗的布 盖住了我们的灵性 所以老祖啊 开祝我们 我们一定要多学道 要多练经 多诵经 尤其要大家来学义经 大家学义经 大家学义经 你可以知道一切万法以外 佛法的佛经 这个是正业 正业 正业 就是正确的工作 正确的事业 而且 正确的业力 怎么要去聊 怎么去聊正确的业力 怎么要去聊 你的烦恼呢 确实不简单 曾经按 有一位同修 师兄啊 他对佛法非常的有研究 有一天 来到宣佛寺 对我讲话有点责问的 他说 本人 老师啊 你教义经 未免违背天理 违背佛法 我说什么叫天理 什么叫佛法 对啊 对啊 你这个佛法是自然啊 你违背了啊 我说好啊 那我什么才不违背 像你的现在 你刚好昨天 你为了小孩子的糊里糊涂 跟人打架 跟人打架 绞成一团 害得人家去送医院 去急救 那你有没有违背天理 这一位先生 我们师兄 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说知道不知道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 不是的 谎话你未然 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 是一个糊涂蛋吗 你不知道吧 你要知道你孩子糊涂蛋 你怎么预防他 让他走正路 让他了解他自己啊 他不了解他自己 我们做父母的有罪耶 你一直在谈高谈扩论佛法 你一直在想着佛 在哪里说法 现在你的孩子在家里糊里糊涂 成情结党的 你就没有办法说法 去哪里说法 他说哎呀 让我讲不听 我说你搞错了 你就 哎呀 叫做圆木求雨啊 拿一个木头 你不来抓雨啊 看你怎么抓 就水中捞月嘛 你这个易经的砍挂 水中捞月 圆木求雨嘛 你这个是 所以你修行真正的佛法 如何把家里安顿好啦 这样才来说啊 家里没有办法安顿好 你来讲那么多的佛法 是旺语啊 空谈白谈啊 所以这一位啊 问我说那怎么办啊 师父啊 我孩子这样讲的讲不听 我说你有没有曾经去了解你的孩子 他的因缘果怎么样 孩子他还是说 你一天到晚跑佛堂 都没有关心他 就好像没有一个爸爸的感觉 当然心里就很烦嘛 所以他就出去一步做二步凶 打架 什么都来 所以你回去先把家里照顾好再讲 把孩子照顾好才是真正的佛法 不然佛祖收到你的土地 也是全花青银啦 佛有再多大的神通力啊 也没有那种能力可以 让你的孩子扭转过来 所以我才跟他说正业 佛法八正道 你真正的佛学学佛 学有智慧的人叫做学佛 不是只有学释迦牟尼佛而已啊 释迦牟尼佛是两千五百八十年了啦 你真不逢其始 那么中国圣人 有这么多的忠孝人耐心力和平的 这么多的圣人 你也没有学 所以我们学道学佛啊 我们要看你看眼前的问题 把眼前的问题能够解决了 你才能够谈未来 你眼前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做到基础 就没有他稳的脚步 你哪里有机会去再前一步 前进一步 所以王产老祖叫我们要坚守正心 你不坚守正心 坚守本位 你谈那个都没有用 所以要我们坚守正心 坚守正心正念是非常的重要啊 各位维心前世 各位双善知识 心都会打 就是包容 一定是大无其外嘛 心无其内 就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凡是用念头太重的人 会很自私自利 而心量很大的人 地球都是在你心中嘛 稍微走大行星 太阳也在心中的话 你看地球上任何一个人 我们应该是一种包容他 无论他的成败 是非都在我们心中 他自然的淘汰 或是相互成就 这即是道 即是佛 即是佛 所以我们有的人 他去学什么佛 学什么道了 处处看人不惯 就与人争主 看人不爽 就跟人吵架 哎呀 我都感觉很好玩 很好笑 就是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了 走火入魔了 做事很难医耶 有的人他的修行 为了保护他的教族 保护他的神 不许自己的生命 来跟人家来格斗 跟人战争 这种是最愚昧 最无知最可怜的人 你所尊敬的神 他为什么能成神 因为他有包容心 他有智慧 他有爱 我们不学他的爱 不学他的包容心 反而我们一直在 把他的包容心 变为自私自利 夹碍的心的念头 那真是可怜耶 这种人很多 所以我希望我们维心 圣教的维心闲事 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不要再 像一般的人 哎呀我很忠于我的教主啊 所以我用拼着我的命 我也要来保护这个道 要舍命 结果什么是舍命 没有弄清楚啊 结果 你的舍命 也没有守到病 而伤了他人的病 做人太多了耶 所以维心闲事同修们 我们尽量要放广广啊 第一不与人争 第二不与人起誓送 第三不诽谤他人 第一是呢 我们要有正当的职业 正当的事业 工作 那再来呢 我们正确的念头 念 正确的念 非常之重要 念 就是一个慈悲 有的是有慈悲膜 没有正确的慈悲力 曾经 一位信徒 他是很慈悲 他很慈悲到怎么样呢 他有病 到 我当时在台中经修院 五前五阶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的贵人在哪一个方向 有个贵人 你可以医治你的病 他说 哎呀那不行 他的开的药方 哪里都有 那种动物的武藏 或是什么样 我出事的人 我不能伤害他们的生命 我说那种是药营 他反正生命也走了 现在有一个会欺悟一个尸体 会欺悟而已 你现在还有几个孩子 他有五个 不得了 有五个孩子 你在工作 你在开自行车 你现在病症一来的话 那我还是熬熬带谱怎么办 那不行啊 我坚守 我 互道 我再怎么办 我零厌食 我也不愿意去开婚的 那药里面有残杂 动物 就尸体 那好 我就没有办法 你贵人在那里 所以回去 过了一段又来了 病更严重 越来越严重 其他药室吃无效 有一天他的太太跟着三个孩子 都到五前五街来 来求老祖能够帮他加持 让他的药有效 不然全家五个孩子怎么办 哈哈 我跟他说 你这不怕更重要 还是你的更重要 你这贼慈悲 慈悲谋 无忌悲 没有智慧 你所护的什么神 什么弥勒佛 弥勒佛还要在一亿年后 你要去护他 你现在死翘翘了 弥勒佛明天也看不到 你们都搞错了 我的全家 五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婆 你要靠你一个人来生活 那你怎么办 假慈悲啊 你这个人 我跟你讲没有用 若是你是我的徒弟 我也不说你这个徒弟了 你这个徒弟没有智慧 所以他老婆和孩子都哭了 才说 好了好了 我回去我去找他 去找那一位中医师 那中医师呢 才开一些药房给他吃 你把他吃下去了 结果到一个礼拜后 又到经学院来 全家都来了 很高兴 所以他身体全部好起来了 我说你的那个弥勒菩萨很高兴 就是说你有智慧 代替你养了这个五个孩子 不得弥勒菩萨 献你不义 所以你要坚守正心 弥勒菩萨就是慈悲 是怎么样的慈悲 是怎么样的慈悲 要有智慧的慈悲 不是愚痴 没有智慧的慈悲 现在很多这种 名义叫做 我要出事 结果弄成全家乱糟糟的 一塌糊涂的 一大堆 我不希望我们违心贤士同修 这么没有智慧 要有智慧 这个其实要坚守正心 坚守正心 你既能成就成佛啊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仙士 各位死亡善知识 我们学到 就是要知一些万华 学佛 就要学习一切 调和的智慧 叫做学佛 无论你学佛 学到 都是要我们 要安心 要我们要正心正念 那正心和正念 确实不简单 所以我们的烦恼 都是从念而生 念生烦恼到 念死了 烦恼就除了 但是 念死了 烦恼并没有除 烦恼 融在我们的心中 现在没有起来 再过一段时间 也许会起来 所以我们人的一生的智慧 都是从生生世世 累劫 所带来的 我们每一个生生世世 人生的念头里面 所带给留下来的 都藏在我们的心中 心中有多大 大的比宇宙虚空还大 所长的烦恼都在哪里 都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 做的是无形无相 但是会让我们烦恼 升起烦恼 也会让我们升起 和快乐 所以都是新的功能 而念 大部分 都是我们只有眼睛 所看到的 耳朵 所听到的 鼻子 所感觉到的 这都是会转入 头脑里面 叫做念 所以念念 升起来 都有 烦恼 有各种的颠倒梦想 这就是人生的宝贵 人生没有宝贵的话 那我们来了 也白来啦 但是 人生的宝贵 你来了 你没有去悟 嘿嘿 我们的烦恼 也会更多 曾经我们愚悦老朋友 在台中市政府 他是工程人员 有一天 那时候我在行道 他说老长老长 你不给我看呢 我最近烦恼很多呢 我最近烦恼很多呢 我烦恼很多呢 但是 奇怪 以前的烦恼 这次就好了 现在烦恼怎么都 排不了啊 这到底要怎么办 我 我发现所看到的东西 都烦恼耶 所听到的东西都是烦恼耶 那我可能 开始要妄想症咯 妄想症了 开始颠倒梦想都来了 没有啊 我现在什么都看到 医生检查也都正常啊 为什么有这些人就来 因为你的心 夸爱太多了 夸爱你是工程人员 夸爱你所 以前所监督 所 经所过的工程 你有责任 你怕出问题 而伤害了别人 伤害 开车啦 怎么样子 老百姓的健康 和生命 对啦 就是这样啦 哇你最近设计的 有问题是吧 是啊 我听到 人家说 我设计的哪一 黑班车 就是有问题 它下来会怎么办啊 开始起 忘念的开始 念头 他设定 在这一个桥 的哪一个 哪一段 那个地方 当时可能会有问题 当时他出差 到出国去了 一个月后 回来了 那个桥空起来了 又听到人家营造厂商说 怎么样 功能怎么样 不怎么好 所以他就 起烦恼了啦 又工程都完了 一直把这个藏在脑海里面 试过十七八年了 十七八年后呢 突然间 促警 伤情 出来了 所以烦恼就来了 我 事实上 你那个没有问题 我 家子 散了 你那个工程 很安全 没有问题 所以他 这个老朋友呢 没问题 是啊 没问题 回去咯 朋友讲 我本人老师老朋友 一直说没问题 就没问题 啦 就整个都放下来 那是什么 念头 正确的念头 有急有胸 正确的念头 你爱是光明面的念头 我们要制造成光明面的念头 确实不简单 所以就是 谎话你未然 予其无所生 就是大家学义经 要知音 以知果 佛法 道法 就是 因果律 所以 斤斤计较 我们要计较于 光明面 但是要知道 黑暗面的 它那个 因和果 那么 你要计较 光明面 如何 做才能做到 安全 皇冠里未然 这个即是我们 所 开示的 叫做 坚守正心 坚守正心 所以 鬼谷先师王产老祖 开示我们 安心尊敬 开示的一切精宝 都是佛法 一切精宝 都是圣法 都是道法 都在安我们的心的 上圣心法 不肉法文 那么 释迦摩尼佛 他大臭大悟以后 红华49年 都只有讲八正道 八条正确的路 八条能够成就回归自信净土的一条路的妙华 所以八正道 就是 政见 政思 政越 政 政语 政越 政念 政 政思 政 政念 政命 政命 政精进和政定 这就是政心的原则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视望三知识 八条正确的路 是我们回家的一条路 除了这八条以外 我们找不掉一条路可以回家 就是八正道 所以现在很多人万教齐化一直在修行 一直在谈我是什么密什么密 东密西密南密北密 密密密什么密 密就是我们的心嘛 我们的念头啊 做到问心无愧就是密嘛 做到问心有愧你就密不了啊 你每天要靠人家布施钱给你吃饭 你才能在那边弹弦说密 否则的话 你也密不了 人就是这么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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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主 还是我们 我们在家修行的功德天很大 在家里修行 是尽本分的最高境界 啊 啊 你投胎转世 你投胎转世 来到世界上来 你也需要一个人的身体 身体出生出来 身体出生出来 需要父母的养育 兄弟姐妹的照顾 亲户 然后呢 受费给我们的照 关心 啊 国家的照顾和教育 啊 不是说出生出来 你就能够 背体畅爹 那是骗人的 啊 所以我们出生出来 要先从感恩开始 你不从感恩开始 你任你说什么秘 什么道 什么教 什么法 那都是不能究竟的啦 有一次 啊 一位信徒先生 啊 他到全国寺来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名嘛 啊 就是要来度我啊 啊 度我呢 说你 张老师啊 啊 我看你这样 你一直在 讲《易经》而已啊 和风水 啊 这个没有办法究竟耶 没有办法解脱耶 你要度人 结果你到最后 自己没有办法度 我跟他说 我从来没有说要度水 因为佛祖释迦摩尼佛 他就说了 他没有说度任何一个人 他都是说佛有在度众生 那就是妄语 那我 一个环夫之辈 我还敢说我度水呢 那这位先生 开始不讲话 坐在那边 我说 你 谢谢你啦 啊 我怎么要度人呢 我只能 我将知道了 来帮助 这些朋友们 他们走下一步路 要怎么走 走了之后 已经走了 会碰到什么问题 我告诉他们 依照《易经》的法则 告诉他们一条路 如果是你的家 哪一个家 这个的环境学 风水学 不好 造成家里的人 有什么现象出来 外病出来 你就怎么改 我只有这样而已 好 改了 他平安了 那我就 很高兴了啦 所以 我也不敢谈说 哎呀 我帮他一个忙 我就逼他 逼谁更大 就是 有人家说 救人离命 盛造七级糊涂 我要那么糊里糊涂 糊涂 所以个人的命 有一年嘛 我们呢 相互帮忙 有困难嘛 我们指点一条人生 这就是王燦老子 倒叫此行 度众生的方法 不谈钱 也不谈说妙 所以这位先生呢 他就 回去了 回去了 过了几个月以后 他又到仙佛寺来 来了 他不是说 他要来度我 说我 你这样 讲风水 讲易经 没有办法究竟啊 啊 回去咯 就说了 他就拿了 我这本 风水学的 这本小洋仔 这本书 小洋仔 这本书呢 我送给他回去看 看一看呢 他看到他家里 有这个毛病 就按照这个风水学 虽然小本自己调 把他调一调了 就很舒服了 原来他家里 老妈妈 握病在床 他睡的地方 就旁边 就是厕所 厕所门 冲着老妈妈的 整个的腰来了 所以老妈妈 都爬不起来 好 赶快 把他调 调走了 老妈妈 就 过了几天 就会起来走路 哦 他就 好高兴哦 那这本书 就比佛法 还更更厉害 我说你不是厉害也不厉害 这人 你违背了风水法轴 违背了真理 违背了道 那 你问题都来了嘛 那你在研究什么道 都没有用 事实就是事实 现实就现实 厉害 寥寥分明嘛 所以我一直 叫我们 死亡大众们 我们在台湾 各地都在教育经 我们目的是要 你们能够得到 一个 平安与和谐 和幸福而已啊 不然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计较呢 哦 所以老鼠师真 叫我们要 旅行一个正业 正业 正确的工作 那我现在以这个 幫助大家 学医经 大家来学医经 洪水学 这个也是我的正确的工作 因为我懂得 只有这些嘛 你平安就是我的平安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你的赚钱就是我的赚钱嘛 啊 将心比心 那不是 我们所讲的正念 念 所以正念 就是我们正心的不老法门 所以正心和念是正念正心 心念太极 这个念是心 这个心就是念 心 这心 全部 全部 活而为一的 所以你了解到这个法 那你就是 达到一个正念 达到正心 所以心念合一 念有烦恼 念生 这心 这心 就是 让我们 如何 来远离颠倒梦想 这都是要 从自卫 所以王臣老祖 传了中华文化道童 异经 风水学的妙法 就是大家学异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死亡善知识 老祖书贞 开始我们修道 夫妻是要同修 本事同道而来 我们回去也要同道而回去 可是 因为理念的不同 受教育也不同 家庭环境也不同 往往夫妻 对于道的真理 就会有所差异 这是难免的 我常常告诉我们的微信闲事 我们的法师们 你要度众生 帮助众生的时候 你看到夫妻之间 有所 意见不同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勉强任何一位 能相信 这个异经正法则 你跟他讲 不能相信则 你也要想办法 让 没有办法相信则 了解到 意经的大道 不要像江湖 那些说话 这样会害死人 也会误导众生 陷入泥沼 爬不出来啊 所以我们大家学意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就是这样来 大家学意经 一个家庭 若是 夫妻 有什么是过错 发生的问题 将要发生的时候 我们懂了 我们知道了 我们及早去预防 否则的话 我们会碰到很多烦恼 那家庭就乱掉了啦 曾经我们一位师兄 他老婆 也很不相信 一经能够 帮助他的家能平安 他的老婆呢 有一天 就到仙佛寺来 我都说 哎呀 本来老师啊 你这些讲义经 我老公一直迷下去了 我呢 我也是有读书的人 我也 也不否认啦 但是有点太迷嘛 你把学生都带得那么迷 你 我说 这位夫人 你讲的有道理啦 我也不是没有读书的人啦 我也 最怕因果 让你的家 有起冲突 让你的夫妻 有烦恼的时候 我的罪过一切都是我引起 所以我的罪过很重 所以他的太太 正月夫人 就开始缓下来了 他说 我就这两天 我要投资一个事业 朋友 好朋友 这星期嘛 要投资一切也是一个事业 我老公呢 跟我普挂 我也没有理他啦 但是他偷偷跟我普挂 放在我桌子上 说会大破财 只有说 写三个字 大破财 什么话都没有讲 所以老公他很怕我 又 起增值嘛 我说对啊 我看你现在脸色这样 你会大破财哦 你要小心哦 老公跟你讲的是没有错 那好了 回去了 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 他又跟他老公来 跟老公就比较有说有笑了啦 他回去了 跟老公说 谢谢你老公 我以为你的老师是哪一种的老师啊 原来你的老师呢 我看了还蛮不错啦 还蛮有缘的 不是乱盖的啦 所以你讲的大破财 我把它收起来 那我就不投资了 结果真的 这几天的 若是有了大破财 亲戚呢 那钱都被拐了 现在都兵荒马乱 这就是我们 要夫妻同修嘛 所以证实 正确的思维 很重要 正确的命 慈悲 不要自己偷偷摸摸的 坐牢 所以有时候 在道德方面呢 也有很多摸摸摸摸 考考啦 我希望大家来学《易经》 你就能够了解到 读《易经》里面的学问 能够有七千多年的历史 岁月文化 不是我们现在一个小小环夫之辈 你就能够说 谁是谁非呢 你的就对 别人就错了 就我们都要小心 再来我们叫正经进 笑道 大笑 再来才能证定 笑 非常重要 我们像刚才 周月夫人 如果是她投资下去了 败了 那真是不笑 那真是不笑 列祖列宗 奔着烦恼 那就是不笑 造成家庭的烦恼 也是不笑 所以这个笑呢 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来为各位来缠结 更深入一层的大笑 所以正确的精进 就是要从笑来谈起 你没有笑 你的主灵不安 主灵不安 你要做什么事业 那会顺利 那就很有思考的空间 所以希望各位维心闲事同修 鼓励大家来学艺经 你少一次的失败 你这个朋友 或是学生们 他们就多一次的成功机会 少一次的赔钱 你就少一次家庭的乱象 受费的混乱 这都是我们每个人 应该尽的责任 不是说 官台需要料 不是这样 这样的话 那我们未免就太不慈悲 所以我们正确的精进 我们有很多的妙法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摩门教 什么教 都有他们的孝道 这一条路 所以我们只要对父母 对家人 对父母的孝 我们能坚持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 成道 成佛 成就了 所以 以上七种 到最后 第八种才能证定 才能信安 才能信安 你 八正道 那条件做好了 你才能坚持你的正心 正心 才能够成佛 才能成就成道成佛 那今天 我们又 我们为各位来残结 八正道 以所有一切法的荣果大荣辱 祝福各位 谢谢 人生的路途 请不吝点赞